好 来看到AI人才需求 正随着AI应用的成熟 变得是更加急迫 外商继展开抢财大战 Google今天就宣布在台湾 启动全新的资安人才培育计划 预计2025年底前 培育2000名及战力资安人才 网络品牌厂思科也宣布 台湾的数位加速计划3.0起跑 看好AI产业的发展 以及台湾完整的供应链生态系 AI产业是蛮看好的 外商当然很不错 我觉得这就是未来趋势 我会考虑想要往AI产业的工作来去 做资亚规划 看好产业前景 AI成为全民运动 除了辉达等国际大厂将来 抬投资AI研发中心或资料中心 外商都纷纷积极展开抢财大战 Google宣布在台湾启动 全新的资安人才培育计划 预计2025年底前 培育2000名及战力资安人才 台湾其实是全世界的 这个科技的重症 那因为我们这个科技产业的密度 在台湾这么的高 地缘政治这一块 一直是台湾的一个挑战 那我们看到这两者 再加上这个AI的这个 不停的进展 它带来了很多机会 也带来了挑战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需求 Google指出 2023年全球资安人才缺口近400万人 年增12.6% 尤其亚太区资安人才供给 远远跟不上需求 希望透过此次计划 让台湾在全世界资安浪潮上 变成领航者 资安机网络品牌厂思科 也在同一天宣布 台湾数位加速计划3.0起跑 目标加速台湾数位转型 并看好AI市场商机 我相信台湾在AI的完整供应链 那在台湾呢 我们会持续在 人才培育方面 加大力度做投资 也会跟在各领域里面 我们的合作伙伴 如果运用AI的话 我们CDA 3.0 也会持续的跟他们来合作 我觉得AI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所以Cisco会跟所有的Ego System 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合作 半导体方面 荷兰设备大厂艾斯摩尔 今年预定招募400人 各大国际公司 纷纷祭出高薪抢财 显示这波AI浪潮势不可挡 记者曹英全播室 台北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兰设备大厂艾斯摩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兰设备大厂艾斯摩尔